昨天就有跟你们讲了 那个狗不要放在房间里面 我们这里本来就眼睛带宠物来了 那你现在说你不要怎样吗 没有怎样啊 不要宠物带宠物了啦 民宿老板和眼前的客人 你一句 唯一句 双方火气都很大 全因为客人手上的这只狗狗 是你们来恐吓我 那个小姐恐吓我 小狗狗无辜的看着大家 似乎搞不清楚 所有人吵架全是为了他 最后客人不欢而散开车离去 但在几分钟前 双方已经在柜台吵了一轮 一号当天 一组从北部来的客人 抵达南投亲近这家民宿 当时老板提醒 网站和店房网上都有公告 不能携带宠物 但客人依旧把狗带进房内 店家指控隔天退房时 对方竟口出恶言 事后也立刻报警 味道留在那个现场 下一组的客人来 他们闻到味道就不敢进去住了 将会破坏我们整个的品质 业者无奈的说 有事前把规则讲清楚 没想到还是闹得不愉快 其实当下呢 他还是可以拒绝旅客入住 那转而呢 建议他到附近的 可以接受宠物入住的一个业者那边 毕竟对不少人来说 宠物如同家人 订房钱还是先把规定看清楚 开心出游 别让猫狗吃了闭门羹 记者黄祥富王百英南托斯坊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谢谢大家